大家好我是花儿 那我们今天又到了星座聊聊心情感情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的测验主题呢 其实关于感情的一个射手座的一个不断的模式 或者他们在想什么 那呢其实呢在聊聊射手座之前呢 大家呢其实也可以看看 星座面盘上面你的精心录在哪里 或许它录在什么星座也是可以做于参考的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也可以到我们的花儿真心的微博 或者是YouTube帮我们按赞 或到花儿塔罗牌的FB的粉丝团 帮我们做订阅的部分哦 那你们的分享跟订阅是造成我们很大的一个回馈 跟我们的成长动力哦 那话不多说我们聊到了关于射手座 射手座呢其实他们在大家眼中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一样 他们对于很多事情都非常的充满着热忱跟理想 跟他们自己的一个乌托邦的一个爱情世界 所以很多时候呢它会总是给人家过于理想化的部分 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总是想的多 但是呢去执行的部分他们又变化万千 他们对于爱的人的表现呢 通常一开始他们对每个人都非常的好 所以身为射手座的女朋友或男朋友非常的辛苦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对别人好到底是存什么目的的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你才喜欢他的不是吗 其实呢射手座呢他喜欢的是自由跟冒险跟挑战 这个挑战呢不是说什么一个非常的刺激的那一种 而是说他对于他未知的事物他总是充满着憧憬跟好奇心 所以对于他们的理想有特别的一个 他会有一个理想但是却是不是非常的明确 所以呢当你成为射手座的伴侣 你要学会跟他一起做梦 因为呢他其实非常多的想法只差一个去执行的动作 或许你可以扮演帮他执行或者是落实的这个部分 某些程度来讲呢射手座他不喜欢被管 他不喜欢被约束他也不喜欢被限制 对他们来讲呢越多越好越有希望越大越扩张 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开心且值得期待的事情喔 然而在射手座他们总是在跟别人的互动上面总是没有界限的 所以有些时候会让别人不禁的去怀疑这个距离怎么在哪里 为什么你总是给人家一种花心或者是说总是给人家一种 你好像有很多选择的感觉呢 其实呢当射手座呢你真的喜欢上一个人 你还是要尽力的在一段感情中表现让别人不要误会说 其实你很多选择 的确桃花真的也蛮旺的 因为射手座会带给别人莫名其妙的欢乐啊愉悦啊开心啊喜悦 所以跟他在一起呢他就像一块非常好吃的糖果一样 越吃越提放不下来 对所以说其实呢这就是射手座给人家一种甜甜喜悦的感觉 当然射手座有些时候他们的脾气呢其实呢就是不喜欢被干涉这件事 所以当你想看他的手机想要看他的FB诗人等等 他们可能就会非常大的怒气是在于他们虽然对别人是没有界限 可是他们对于自己的隐私是非常有界限的哦 所以还是建议你呢有些时候还是要把给他的空间跟距离还是要有 但是呢当他们非常黏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热情如火 别忘了射手座呢是变动的火元素 所以呢对他们来讲上一秒钟可能非常的爱 你下一秒钟就想要跟你结婚了 其实他们对于认定的事情他们是想要越快越好 那我也建议你如果你跟他交往他有这种想法 其实如果你觉得他不错其实你也是可以做决定的 其实很多时候呢他们的一些行为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比如说他们吃东西喜欢变化什么堆叠啊或者是有层次啊什么 在我们眼中就是可以吃就好他们可能就觉得我要有一些变化 那才有趣嘛所以在他们来讲的呢享乐美食旅游呢是他们最所期待的 所以如果你要追求射手座的人不如来制造为彼此一个小旅行 或者是说为彼此呢来一个就是美食享宴等等 他们其实对很多就是像是外国事物啊宗教哲学等等 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喜爱 所以他们对于那一种愿意给予付出的人 他们也都是非常的喜欢去了解啊或者是说喜爱的 包括了公益团体哲学或者是关于一些高等教育的部分 他们喜欢有深度有学问的对象 对于他们来讲专业性的东西其实他们不是说什么都会懂 但他们非常喜欢专注力跟专业性的人 所以这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可以更上一层楼的一个方式 对他们来讲呢伴侣就像磁铁一样呢 还有就像一本书 其实月翻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呢你要让射手座喜欢你 首先呢你可能要懂很多 那这懂很多不是说多深啊 就是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啊 人家跟他们互动啊聊天啊 或者说哦哦捧捧他啊 就他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所以呢大家对于射手座是不是有更了解的地方呢 其实我觉得射手座他们就像个孩子一样 其实你可以多一点的观察 对好的 那呢话不多说 如果对射手座有兴趣也欢迎大家可以再找看看哦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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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